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下午看完我開新蒙面超人的第一號腰帶 現在晚上輪到第二號腰帶 它的日文就是DX Kamen Rider Dainigo Henshin Belt Typhoon Kaiheshiki Anzen Soji Tsuki Shokikai Ryokata 又是一個很長的名字 很有EVA 適合授命風格的名字 它的中文就是 開閉式安全裝置庫初期改良型 其實我拍片的時候 剛剛拍完第一號腰帶 現在又拍第二號腰帶 即是說話都說到我都沒有氣 名字長得 所以就是這樣 大家都明白 這裡就會看到第二號的樣子 這邊就是表面腰帶的樣子 然後就會告訴大家可以發光 響 即是有聲音和電動 為什麼會有電動呢 因為這裡會旋轉 類似風車的樣子 這個就是正面的封面 上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旁邊又是因為太長的關係 又要拿起手機 這個樣子就是電影裏面的樣子 然後另一邊的箱 這邊反而是電影海報初期概念的時候 那張2號的樣子 它這個跟1號有點不同 1號來說 它的腰帶是白色的 第二號是紅色的 也是跟著這個蒙面相 1、2號這樣 現在就打開它了 現在打開了包裝盒 裡面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基本上第一號和第二號的內容 都大同小異 首先就是有兩條腰帶 腰帶來說有分左右 這裡是L 就是Left 就是左 然後另一條 這裡是R 就是Right 然後這個就是正中間的位置 我想說 整件事的紅色更加醒目 然後就是背後的Lock 這個位置 這兩塊都很重要 就是腰間左右 但是正方形大的是L 這個兩間的就是R 就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正中間的變身器 至於為什麼這裡是這樣的 我稍後再說 就是這樣的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唉…我想說 真的砌得出大汗了 因為本身這塊膠比較硬 所以移進去的時候 要用點力 就會比較熱 然後我拍片 就要關窗關門 以防音或聲音 影響到我 所以來說 比較焗速一點的環境 現在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好了 先說一下玩具 其實組裝的方法 跟第一號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第一號的開箱片 離不開也是這塊本體 拆進去這條帶的中間位 然後帶的後面 就是L和R的腰帶 放進去 然後記得穿這些東西進去 首先 L那邊 你穿完腰帶再穿這塊東西都可以 R那邊 就一定要穿六條腰帶 才連著腰帶穿進這個大東西 就是這樣 而旁邊這裡也看到了 腰間兩塊東西 現在是很漂亮的放在這裡 好了 首先 先品評一下腰帶 組裝出來之後 紅色真的很聰明 對比剛才白色 紅色更鮮艷 搶眼奪目 而且相對比一號的腰帶 是簡單的 這裡沒有那麼多花款東西 最主要就是看到這裡 這裡遮住了 應該變身 只不過是純粹遮住了 又是那些音效的 所以來說 我現在直接拆掉它 拆掉它 又是剛才我教的方法 它有一個凹位的 一隻手指進去 再大力一點 整個蓋子拆掉了 然後 好像換相機蓋的角度 概念一樣拆掉了 然後這塊東西就蓋進去 記住這個位置 套進去這個位置 一定是底部 這裡再移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YA 變身了 現在真的要試玩了 現在正式開始玩了 玩來講也是這樣 這裡開關鍵 這裡按變身 好啦 現在真的開它 它跟第一號的腰帶都一樣 都是有個開機的音效 而且它轉動的時候 這裡是感覺到震動的感覺 非常的良好 而現在應該是變身的音效 現在就要按按鈕了 嘩 哈哈 真的聽到剛才那一刻 Train那一刻 真的整個人笑了出來 這個笑不是恥笑的笑 而是開心的笑 因為剛才那一刻 就真的以前那種變身的音效聲 嘩 真正到你 一聽到那一刻 那些雞皮就真的豎起了 這一個就是第二號的變身音效 之後就是必殺技 然後就是解除變身 嘩 它那個必殺的音效都相對短一點 然後就是解除變身 就是這樣了 響聲 現在就試試色燈玩了 因為它的風車這裡轉動和閃 所以來說就會很有型 之前第一號的時候都試過一次 當然第二號這個腰帶都要試一次 而且因為電影裡面 都很多黑暗環境的戰鬥 所以來說就重現那種感覺 而且這裡其實反映到我的倒影 Hello 這裡揮到手 Hello 這樣就看到你的手 好了 現在就真的變身了 那就試一下吧 嘩 真是每次聽到那一刻 嘩 嘩 那一下聲真的很好 正 那就是這樣啦 反正也是來試這個蓋蓋板的變身 那現在就試一下吧 嘩 好了 話這麼快就玩完第二號的變身腰帶了 其實跟第一號的變身腰帶都是一樣 音效都比較少一點 邊邊邊的就玩完了 但是跟第一號的腰帶都是同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造型真的很漂亮 你看它的銀色上得多漂亮 哇 真的不得了 還有紅色這個位置都很奪目 然後它的變身音效都很令人興奮 因為它有Train的聲音 就很有懷舊感 因為初代的時候也有Train的聲音 聽完之後那種雞皮起了的感覺 正如我第一號開箱片的時候說法一樣 我都猜它很快就會出CSM的腰帶 但始終都是封劍遊人 因為經歷過上次新超人的例子 因為這次變身的人都是電影明星 所以我猜CSM都不會有台詞 我猜很大機會 所以基本上都差不多 除了這個位置這樣凸出來之外 我覺得其實這個 你當它這樣說好像有點衰 當它CSM其實都OK 當然CSM應該的重量會更加重 腰帶的質地都會不同 這些位置都會更加漂亮 這個位置可能有得按鍵 所以就有這些分別 但始終都是一句 你CSM 我以原早初代1號的CSM腰帶 那條都三千多四千左右 其實都挺貴的 你猜每個人都買得起嗎 它還要打孔 你想想 出得第一號 你沒理由不出第二號 然後還有其他呢 這個不劇透 都劇透可以的 因為始終那條預告都出了 總之如果它真的硬要出的話 其實可以出四條 所以你四條 四千元條 哇 四四一十六都萬六元 所以都挺貴的 所以來說 如果它有得出DX的話 我就真的寧願買DX就算數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現在這個頻道有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五元或十元 大家的支持 絕對就是它的動力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 一支的光 一支的光 都圓梯 在往上 如果大家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